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顺便来新专辑 对 大家可以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背后啊 发这个贴了这个新专辑的海报 拍得很棒 而且这个新专辑叫视觉动物 我觉得这个名字其实起的还挺有话题性的 对对对 因为视觉动物就一听下去就觉得好像在讲男人嘛 对对对 爱看漂亮女生 对对 然后呢但是我觉得那个名字啊 就是个名其实可以放当作是整张专辑的主题 就很适合对 来被讨论 对比较有议论性 对 而且我去听了那个视觉动物这首歌之后呢 这里面有一对词写得非常好 叫男人啊是视觉动物 女人啊是天觉动物 对 你怎么当时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 你怎么理解这两句话 没有我觉得这两句话 真的很到位 这是我们所谓的到位 而且很原始 他把人最原始的那种欲望 两句话都说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 是跟我们当初想要的 那个专辑的大方向主题 是非常是混合的 所以才把它变成我们主题 主题 而且应该说 其实对于我这种 特别酷爱音乐的人来讲 时隔六年再看到你发专辑 这个应该说 不光是对于我 我相信现在在我们这个 网络另一端 会有很多很多的 你的叫良民 对不对 良民们会 应该说真是等苦了 但因为很久没有听到你唱歌 虽然说这几年之内 一直都会有一些影视作品 跟大家认识 但是你觉得 我其实今天很想知道 在你内心最深处的部分 你觉得音乐和影视 你觉得哪个更贴近 你自己的生活 当然是 当然是音乐 因为音乐 因为 戏剧是 是 怎么讲 有点像是为别人服务 对对对 就是你可能是为 剧主 为一个导演去完成 他的作品 作品 那音乐 音乐也会啦 你会有很多 音乐人跟你一起合作 完成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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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 对 但是那个想法是你的 对 思路是自己的 对那个东西会 你说哪个比较接近 肯定是音乐 嗯 那你觉得这个做音乐的过程是非常快乐的过程吗 对那个 我不叫别人啊 但是我 我这个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去做这个专辑 因为 我同时也是演员嘛 对 所以我花的时间更长 我会觉得 用一句话来形容我这个两年的过程是那个痛病快乐的 对 那这个痛是哪方面 这其实很 大家觉得很轻松 嗯 就做一张专辑 然后 就找歌呗 然后边去发边去呗 对对对对 然后点子录呗 这样 但是当你 当你这个东西是你自己 嗯 怎么讲 自己来筹划 筹划 嗯 然后自己把所有事情都决定 想法都对 对对 你以为自己决定很很很轻松 但是当每个东西都你决定的时候 有时你真的是杀不了决定 对对对 觉得 诶 这个可能要再想一想 那个 因为一天有十几二十个决定 你要杀掉的时候 你可能 诶 这一步可能不能太太吵碎 所以其实是很煎熬的 嗯 然后 而且你在整个过程 我把台湾 我把这个制作团都放在台湾 然后你要在内地拍戏 对 然后你不在台湾的时候 对 对 那你可以用email 然后可能会是长路电话 然后光是 然后开那个账号 然后来沟通那个 整个专辑的事情 email已经上一百 上一千封了 就是这段时间 就不断的要沟通编曲 对啊 所以你看 其实是很 这个是很复杂的 对对对 所以我其实没有 对我没有认为说 这个自己下决定是个简单的事情 是真的 我没有特别认为 但是 但是很过瘾了 因为你能够 呃 比较完完全全的 是你 掌控自己的音乐思路 对对 这是一个非常快乐的过程 而且跟很多很顶尖的音乐人合作 嗯 然后一步一步完成 从没有到有一点一点 一个想法 下一个想法 怎么慢慢累积成一个 很大的一个 一个概念是很 另外一个感觉是很开心 心情就是不一样 虽然很痛 但是也快乐 对对对 那我希望的是 大家可以真正的这个 领悟到 和梁这个传递大家这种心情 嗯 因为任何一个音乐人 能做出一套自己的音乐来 是代表他可能这几年 或这一段时间里边 一个不同的心 对对 一定是 对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这个 所有国际高端 international的腾讯网友们 一定要走进唱片店 去购买这张 视觉动物的正版唱片 来支持翰良 这六年付出所有心血 来为大家呈现的 十首音乐作品 十二首 十二首 OK 你看我还没记 还少记两首 哈哈 所以这十二首音乐作品里边 所以你看到那个诚意 有多多多大了 对对对 十首歌专辑已经很有诚意了 我现在十二首 多加两首 对 你们快赶紧去买吧 买起来 因为其实我本来还要做更多 因为我觉得 十个位置 应该是十首都是精彩的 对 对 以往 以往我们稍微会有一点想法 是说 我觉得 其实我们有拿 有大概有三首或五首歌 很好的 那其他的都可以去做一个点缀的歌 对对对 我觉得我这一次不要点缀 对对对对 所以我本来想说做个十五首到十七首 然后做完以后我来选十首 我一开始的概念是这样的 但是做到一般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 我觉得预算是不能干的 对我也在想说 这个十七首歌 要淘汰七首听不到 很浪费 所以我到最后有点踩刹车的感觉 对对对 那可是我在想说你在收歌的过程当中 你真的会去从demo开始听起吗 是是是是每一个步骤 每一个每一个细节 demo然后再听编曲 老师不跟着不断的做编曲 而且我不是说听demo而已 我其实是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做的 我不是去收歌来来广发说 我来听demo 我是说我我我等于是有一个框框的 我是要什么歌 对对 这什么感觉的歌 我要写什么 我都以框好的 然后把那个demo框进来 明白就是等于说 碰到一个音乐人 你会跟他讲说 今天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对对 那你还能不能给我一个这样的东西 类似 不要离一个框框太远 比如说我第一首歌是黑 对 我就是有一首很粗犷的歌 然后音乐形态里 可以是摇滚或什么 但是他一定是要 就是很成熟的男人 唱得很可能是嘶吼一点的歌 对 是已经定好 而且对 没有听过其实之前的专辑里边 包括像刘香巴黎 包括更早的专辑 对 就是就等于我们其实看到的是 一个比较温柔的总汉良 对 但在这张专辑里边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 有些比较烈 对 包括很多音乐曲风 也是像大家之前没有听过的 包括一些小爵士都有在里边 嗯 big band 对 然后还有一些 对 像这次跟小智的合作 那个比较要管 对 比较rock 对 我就觉得很少听到你唱这种歌 对 那我想说刚刚我们也讲到了 就你也很认可我的观点 就是说这六年之内 嗯 我们生了十二个孩子 对对 其实可以这么讲 对对对 你生成了十二个孩子 那你觉得 哪一个孩子就跟你自己的 这六年的心情最贴近 都能代表你 其实你说 放六年里面的想法也好 尽力也好 放下十二首歌不大可能 因为东西不可能 随时能放得下去 嗯 但是它或多或少是你 你 你这六年看到的事情啊 嗯 一些 想 想 想跟大家分享 讨论的一些 嗯 一些观点 观点 对啊 比如说 嗯 以前会老觉得 情歌就概概一些爱情故事 对 但是其实 我觉得一首歌 它不止 应该可以不止 那个讯息量做那样 对 我觉得不管是 嗯 我觉得歌词的复杂程度啦 或者是 我们听习惯的编曲那种方式啦 其实都可以有一些 开动 比较 比较没听过的 或者是比较在市面上 少听到的 然后来 稍微听到就会刺激到大家 比较容易进去 大家的耳朵啦 对 哎 可是那你没有想 没有担心过说 因为你就这么说 嗯 大众的听觉习惯 包括我们啊 每天去听歌 对 我们会有一个固定的听歌习惯 是是是 我今天可能想到说 哎 我想 听到一首慢歌 那我自己会先对这首慢歌 有一个自己的内心期待 是什么样子 对 大概是那个样子的 那可是你没有想过说 如果你做了这样的尝试之后 大家反而觉得说 哎 会不会怪 有 你这个说法就等于说 我们常常做到 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的时候 别人说什么 对对对对对 有一些就算是情歌 我也不想让它太 太太柔情 太简单 或是讯息量太少 嗯 对啊 像你刚刚讲到说,我希望一个专辑里面很多种曲,就算是舞曲,都用很多不同的舞曲来充满一个专辑,更何况是我要希望是更大的讯息量,所以我是要塞很多很多东西。 对,我一直在想说你一直在强调讯息量这个词,对不对,可是你有想过讯息量太多,反而不会让听众听起来。 但是我觉得OK的,就是好像我举例上,我有一首歌叫黑,那个MV其实有点复杂的,因为我们里面有四个演员了,就是我还有歌的小师和唱嘛,还有萱萱,还有张神风老师,我们四个人一起演一个,其实四个人很画面,就是能招待的事情,很有限的,所以其实那个故事的解释不是很清楚,有点像拼凑,你自己去想那个结果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好玩的地方,对,就给你一个空间,让你去想象,对,因为歌词跟歌曲已经给你一个讯息了,对,对,那我画面再加上去的时候,其实不用太多东西,你就有你的解释了,这就是我想要,但是如果你也不塞堂,不想太过于动脑去听这个歌,也OK啊,它也非常好听这个歌, 你看,让你直接明了的明白,就就可以了,对,也OK,也OK,就是如果你只是想要听一首节奏很快的歌曲,那它应该也可以满足你的,嗯,那我其实想知道,应该这么多年一直也在拍戏哦,这个拍戏其实在我看来是一个可能跟唱歌不太一样的地方,嗯,因为像你刚才说,唱歌我们是可以去,用我自己的内心最深处的东西去表达情绪就好了,嗯,对不对, 那可是演戏不一样,你需要去演绎别人的人生,嗯,这个你觉得,从你第一次开始尝试去演戏的时候,你感觉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和心态,嗯,一开始其实很早很早很早了,对,当时可能没有太多的方法,或者是经验,嗯,累积也都不够,然后就是用自己本能的那种,对,就本色演出,就天给我的天赋,我就去做,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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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然,你到后来,啊,不断的,很多的,很多的,影视的机会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心得也好,或者是经验好,就会,就会有一套方法是,我觉得还蛮,蛮,蛮适合自己用的方法,就是,就感情拿捏方面会更成熟,有一些,应该算是,共课吧,等于是,我就把唱歌跟演戏是两个不同的方法,就是,你,你要进去一个, 戏或者进去一个角色的时候,你就是,读,读一个人的那个,比如说他,比如说他这个人物,或是以前有过的人物,历史人物,你就读他那个人,你就大量去读他那个人的生品也好,他,如果他是古代一个诗人,你就读他的诗,就是多了解他去靠近这个人,但是唱片就不一样,对,唱片就是你要发掘自己,对,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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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自己在想什么, 你要,把自己内心里面的某一块拿出来,就是,不一样,好像人格分裂,就这样,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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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讲得比较复杂,其实,没那么复杂,没那么复杂,对吧,没关系,对,我,我能理解,因为你知道,我写歌的嘛,对,对,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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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我的意思嘛,就是,反正,是,是,这个,去,了解别人,对,了解自己,两件事这样,对,那你有想过,哪件事情,就是, 因为了解自己啊,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 因为人呢有很多很多弱点和很多很多的这个自己觉得不太愿意面对的事情 那像你说的,了解的过程中你肯定就要触碰到 这一块就是我们这一次其中一个很大的主题就是我们讨论人嘛,人性嘛 对对对,包括黑那首歌里面也有很多很多很露骨很直接的词 其实我们人里面啊,我同意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个性 然后就像好像杜岐峰有一部电影叫做《神探》 它里面讲说人其实长了很多人在里面 对,就是比如说你是个大男人好,可是你可能里面有一个很害羞的女孩的个性 对,或者有一个老头的很慵懒的个性,都藏在你身体里面 然后我们我们在这个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是想要讲这个诗的 黑的MV里面也有一点影响这个剧情 但是我们没有讨论到这么细啦,我们其实把这个一点点点出来 就好了,让你们去想也好,去探讨 自己去猜就是了嘛 对,你看是到底小女生藏在汉梁的心里面,还是老头子藏在汉梁的心里面 我不是说,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说,我说好人,好人 好人,好人也可能也会想要做虚怀事 坏人也不见得是恶人,他也可能会 参加物不同,所以我觉得可能比对的方式不一样 对,我就想这样这个事情 没错,我今天突然觉得我的这个状态也不太对 你知道我刚刚走的路线可是那种损,那种坏的那种路子 不想损我的 我今天一定要给你挖壳,跳进去 我发现今天从开始到现在,我走的就是温情路线 还是我被你,我感染你了 对,你走的就是温情路线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从坏人就被你变得好人 从善了,真不容易 说回到这张专辑当中 我觉得其实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跟海南也聊 对,不要用那么凶狠的眼神看着我 我来看你有多,你可以有多狠 对,我们想到一个,我说我自己特别喜欢你一首歌叫《红》 这首歌对,也是比较属于我自己个性比较爱听的 就比较温情一点的,对 你自己当时收到这首歌的时候 因为你看它跟红和黑其实是正好对应的两件事情 对不对,那非红即黑 我一直,因为我这个人也是算是那种比较善恶分明的 对,你知道善良的人嘛,对 然后善恶分明呢,就是我就希望说黑的部分 那就是黑,那红的部分 对,你看 没有,我现在发现,我看镜头哦 我先打个招呼 我老想把你的手拿出来 是这样吗? 断臂 我就是独臂 没有人在演杨过的吧 对,独臂那家 你看一抖还掉了什么的 就赶紧在蒙上 这个颜色很好看,可是手啊不见了 对,在蒙上 好,这样的感觉 好,你可赶紧回答我的问题 不要错开话题 我忘了,我忘了什么 没有,我就说你觉得就是这个 红和黑的部分 其实你有在生活中理解得更深刻吗? 呃,红色真的是一首 以往比较少出现的情歌啦 对,因为它是 因为它算是 比较 年龄成熟 我感觉上会比较大一点 深一点 然后你可能是经历过一些事情 然后 嗯,不然回首 沉淀下来的一个 一种歌 那我,我以为这个歌会很 需要很 唱上的声音去唱 因为我听Demo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歌应该 好像不是我现在唱 我感觉啦 嗯 但是呢 那个 我们先把 把词先填了 就给 给陈山尼填了 然后觉得 可以试试 对,这个法是陈山尼的法 对对对,可以试试 呃,我录完那时候 我还觉得那个 声音 应该 那个歌应该是更 更苍老一些 更苍老 比如说是 嗯 玉之浩尔 那种声音去唱那个歌 嗯哼,我想象当中 但是 我觉得我们完成的也不错 因为其实每个人的声线 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不一样的 可能我听到那个Demo 跟我一开始 第一个感觉就是那样 后来我们有弄一些 简单一点的编曲了 然后 然后我的Vocal也 就是组合起来 也是另外一个感觉 那首歌我听到其实就是 以吉他为主 很简单很简单 就两把吉他 对,也没有太多的东西 然后底下铺一个稍微的 环境音片就好了 那其实我觉得 反而那首歌 会更凸显你的 Vocal 所以我其实有担心 因为那个歌 那个是 等于是就是 听曲跟听Vocal 对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有一点小的小犹豫 对 除了那个Vocal 我的那个声线以外 有点小考虑 可是后来我觉得 我们完成的还 还不错 还不错,对 好,没关系 这个时候呢 我就要转换一下我的身份 对,让你们知道 身为一个资深的制作人 那我们觉得 刚才铺歌唱的还是不错的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没有 因为我自己表现 刚刚我要PS一段 那段是我模仿陈建宁老师 是吗 对,因为陈建宁老师今天 在某比赛当中 一直是整个比赛 我听他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还是比较好的 对,身为一个制作人 我觉得 还是不错的啦 对 他是在自己的 我不知道他在夸谁 好啦,随便他 这个我们抢 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 也让大家其实看到了 这张专辑里边 其实是有一些信息点和内容 可以让大家去深刻领悟的东西 那我也特别希望呼吁我们 这个这么多的网友们 可以真的用心去聆听这张专辑 无论是快歌还是慢歌 都要好好的沉淀一下 让自己听 对 那说到这个沉淀这个词 我再甩一个问题回来给你 不要做鬼脸 你要甩多大力 对 甩多大力 把哥们把假发甩出来 假发都摘了 甩过来 对 我想其实知道 这几年 应该说无论是在 影视方面 还是唱歌方面 应该打拼了很多年了 对不对 那我其实很想知道的是 你这几年有没有经历过一些 呃 就是 就是 出了去工作独立 以后啊 嗯 就好像 学习这个 圣不教啊 败不累 就学了这一套学得还不错 就是 就是 有很好的 很好的 很好的东西的时候 也不要太开心 嗯 有遇到太不好的事情 也不要太沮丧 也不要太沮丧 所以我好像这个调试的算错 当然也说有一些比较 比较 比较 呃 呃 不开心的时候 比如说在 在十几年前啊 从 就是我快要 少市在那个 游乐圈 对 在唱片圈 我要转到去演戏的部分 我有 我有大概 快两年时间是 就不大想工作的 就是 在 我就想着我要做什么 这样 那个时候应该是99年左右 对啊 然后呢 其实那个时候 还是很活跃 我还是很活跃 在 台湾的唱片圈 嗯 然后也有很多工作 这样 那我就是不想 不想出现 就想把自己躲起来 嗯 为什么呢 也 就觉得 呃 他们觉得我平静 但是我觉得我是想要 转型 哦 我想要 我觉得好像体内里面有一种 有一种 有一种 想改变 改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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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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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的那种基因 那种基因 就觉得怎么这件事 就在那里发 发舞曲 啊 一首一首舞曲 做同样的事情 做了很多次 很多年以后 就想要 改变一下 对对对 因为人经历的事情多了 他心态可能也会有变化 然后到到那个时候 刚好是快约门 然后 其实那个时候 唱片公司也想要跟我训约 但是我就 我就想要做别的事 嗯 那可是那为什么选择要在一个 应该说算是事业 还算是高峰的时候 而且我还去 离开了蛮彻底 对对对 就彻底的停滞了 就是等于说是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勇气 因为你知道 对啊 所有的人 包括在这个圈子里 那么多人 有这个勇气去尝试新的东西 对 因为你知道 就对于我们现在当今这样的一个娱乐的社会来讲 嗯 那娱乐圈更新换代的这个频率非常快 尤其是唱片圈 没错 无论是选秀的歌手 对 还是说每天不断的出来的新人 嗯 那从来没有担心过自己 就是这个位置会被动摇或怎样吗 有啊 就是那个勇气是要鼓得很足的 就是你唱片累积了 比如说从95年开始到 97 95 97 98 对 大概发行了 大概那个时候得有十张左右的段集 七八张段集吧 然后 然后你要去 内地 你等于是 在电视 在拍影视的 是零开始这样 所以 对啊 如果身体没那个很 不怕死的基因 可能 对 不然就不会有这个勇气 这好像我第一次从香港 95年 就是 去台湾 去台湾发唱片 对 背向 怎么讲 背向 背景离乡 对 其实也需要 观众们的反应都好快 对 你们是想取代我的位置吗 哈 怎样 所以 坐好来聊聊 哈哈哈 所以是需要 对啊 需要勇气 嗯 应该是我的我身体里面有一种很 很想挑战啊 改变啊 对 就 背负了 压力啊 以及这个 所有的这个 不理解 那有没有想过 如果要不然我都不可能 呃 从99年开始拍到10年后 对对对 我还要再回来 回来 回来她上面 大家都觉得 这是一个梦想 为什么哦 你为什么还要 对对对 因为你年轻嘛 对 我觉得连 年轻都好像不是最最重要的 对 对 我觉得好像 我 我觉得啊 我观察可能真的是我的身体里面那种 状态 有一股 火 对 燃烧到某一个 火 燃烧到某一个 那个程度 就要 释放出来的 嗯 那可是当时去拍戏的时候 有没有害怕自己失败 因为你知道拍戏这个行业啊 嗯 也很残酷 对 很残酷 因为它算是一个论姿排辈的行业 我不知道这四个字你懂不懂 就论姿排辈 就是有分辈分嘛 对对对 那因为你要知道就是新人刚尝试去演戏的时候 那比如说被导演喝斥啊 对 被演员们这个比如说搭戏的时候不顺利 对不对 心里面会应该比较有压力 对不对 刚开始演员 我我其实算是还蛮幸运的啦 嗯 所以我我可能之前也发过唱片 对 也也少有成绩这样 所以去 所以去到那一地开始拍摄的时候 也不会太新人的感觉啦 其实当然那个环境适应是需要时间的 然后那些你刚提到那些事情 其实我都我都历历在目了 都看在眼里 但是就是一个过程嘛 嗯 嗯 然后你经过了就知道 呃 什么应该多说一点 什么应该少说一点 对啊 然后能够帮助别人就应该帮助别人 对啊 因为我其实从开始我最初开始听你的歌 包括知道了解你这个人开始 直到今天我们正式的见面的机会 嗯 我一直都觉得说 汉梁给大家留下印象是比较乐观的 哎 对 因为确实你没有呈现过 而且我也没有看见过说 哎 今天美国某新闻爆出说 什么中汉梁因为呃 工作或因为什么其他的事情 什么心情低落 或者这样 没有过这方面的报道 可是我一直很想说 人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快乐 是是是 而且其实我我们两个属于同一类的人 就是我也比较乐观 天生的就是乐天派 那其实我一直总觉得说 我们把人性那些外在的东西抛开掉之后 嗯 你反而会觉得 其实越像我们这种乐观的人 反而会越容易伤心 是是是 但是呢 我一直觉得我们有责任 嗯 我们有责任 肩负起承担世界的重任 也不是那种国 那种一国之军那种责任 没有那么那么大 但是我们我觉得我的责任是 要给正面的影响给大家 对 那个正面影响是可能是 嗯 大家听到你的歌会有一些 积极向上的精神 看到你的表演或表现 会让他们觉得世界是有希望的 没错 然后这个责任是 我很早很早以前就住在我的 就住在我的脑子里了 嗯 好像是好像是 好像是我从小 或者是某个某一个情景 有一个前辈讲过一些话 嗯 我就记住了 然后就一直记住这件事 我就觉得 只要我每一次的干嘛干嘛 我都必须得干嘛干嘛 这个好像是我身体里面这个 因子 已经长在里面 对对对 所以比如说我我我跌倒会痛 但是我不会讲 对 就一样的这样的意思 对 我相信刚才你自己提到 我相信很多网友都想了解说 你是什么事情让你有这么一个 比如说呢 我讲一个比较我记得 就好像 呃我们的台湾中医 嗯 中医的主持人 那个大哥 他就觉得 哎 你知道吗 呃 我们当医人就是要把他 都乐 带给大家 只要你站在那边 能够一分钟让他们笑两次 对 你就成功了 对 那我就哇 这好大啊 这个是这个 好难做 好大 对 他那个说的事情很大 虽然只有一句话 但是他说的事情很大 对对对 那我就我就把那个 把这个话放在脑子里 脑子里 就不是我自己放 可是我一直就记着 然后又把它融会关通 就觉得这个事情 我我应该是什么样的责任 就慢慢慢慢发酵下去 对 可是我相信今天 无论是在我们这个网络前 在看直播的人 还是坐在现场的那些观众们 他们看见你 就应该很开心了吧 对 是这样的哈 对对对 你这样就已经直接带给大家快乐了 对 这个是非常难的 那就OK啊 因为我觉得就是那样 就应该 这个是我 我一直觉得哈 应该是 可能是老天爷 就是 派给我那个责任 嗯 我的这个责任多好啊 每天起来 就是 对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穿歌跳舞啊 拍一些 然后结果 做事情是要让他喜欢你 让大家 就是 有一种 爱的感觉 我觉得 一定是 一定是老天爷 派你来做这个任务的 对 所以你是天使嘛 所以这点证明是他是天使 天使是说的比较好听啊 哈哈 你是天使 那其实我还是 我再问你回来 那因为你刚才自己也说 有责任 那对于大众来讲 其实什么样的人才有责任呢 比如说被人当作是偶像的人 因为他把你当作榜样 嗯 对不对 所以你才会有责任 那说到偶像这个词 那因为确实嘛 我们汉良从出道开始到现在为止 这个偶像的标签一直跟随你 当然说越来越多的年积累之后 实力的部分也越来越多 无论是唱歌 还是跳舞 还是演戏的部分 嗯 那你觉得偶像需要有包袱吗 没有我一直不觉得那是一个 我该 呃 我该认同或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都是别人说 别人给你的 那你老说自己试就觉得 对 你可以每天讲说 对我是偶像 哈哈 而且我以前还碰过一个很尴尬的事 这个 很多年我觉得也可以说 就是我 我想要跟一个我很喜欢的音乐人合作 嗯哼 当时这样 那我就跟旁边说 哎 他他可能不喜欢跟很年轻的所谓偶像 合手合作吧 对 然后那个人回我什么嘛 嗯哼 你觉得你是吗 哦 对 对 对 嗯 那个是朋友啦 对对对 就是他点到一个问题是 嗯 那这个风格是我的风格 其实都是 其实都是 都不应该你去想的事情 对对对 你要想的事情 应该是你怎么样去把你的 事情做好 对对对 东西给别人说 嗯 评价和给你的 就是 所以这些东西 那些东西会一直留在我的体内 对对对 我会一直知道我要干嘛 诶这句话我觉得其实应该会鼓励到 我很多很多无论是说 是吧 对于我来讲 还是对于现在正在我们这个娱乐行业打拼的年轻人 对啊 要知道自己在 对你要知道自己在干嘛 对 比如说你进了片场你就是个演员 对 你就不要做导演 对对对 有些现在很多情况是搞不清楚自己在干嘛 我现在身边有很多朋友啊 包括我之前我访问过的一些 我自己身边还不错的选秀的歌手 已经成为 就比如拿了某选秀的冠军的某人 他的偶像包袱很重 他比如说每天是这样啊 他每天出门的话呢 就他不好看了 他不能让别人拍他 然后就你知道每天永远都是美美的 有有有有 对有有 有这个时期过吗 我知道我没有我没有 我从来就没有 我从来没有 我从来就没有 对那你是因为说啊 反正我长得也很好看了 我不是要再收拾了 哈哈哈哈 是这样吗 也 因为你你也不会太太拉 也不会太太 太邋遢 对太邋遢 对因为你 邋遢什么词 你不会太邋遢 因为你 你不会 你不会 把自己弄得很脏出来吗 对对对对 我觉得真的 你可以走一下西里哥的路线 对 他被你藏起来 我没有到那么恐怖 但是我听说是有一些 有部分 人是这样 嗯哼 那你会怕歌迷看到说 比如说你素颜啊 或者是 不会啊不会啊 就是你如果我来检查一下素颜的话 我根本就没有 没有对 我 还是在变相 反正我皮肤挺好的 对我那个真的是 天给我 那个老天 是是是是是 反正就更有自信 对我妈的基因还不错 哈哈哈 你爸妈 就这个部分上还不错 对对对 那其实有去特别 嗯 这么讲吧 你去特别特意的想过说 自己的这个外形条件 会给你的整个事业加分吗 肯定的啊 视觉动物啊 哦对 真是会宣传 没有因为 因为人 因为人 其实里面说的男人是 可是我觉得 繁殖 都是 男人女人其实都是 对啊 他们都是啊 你看一个个的 对啊 只要你 可是我觉得那个只是 第一个的感觉 对对对 当你 当你抓到别人第一个感觉以后 第二个 就是要看到你里面的就是 没错没错 那如果你 没有 没有一个很完整的 我觉得 对对对 是看得出来的 你觉得是 虽然是视觉动物 但是是看得出来的 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点 就是说 人和人接触 比如说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 外形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呃 也不是评判标准 就是你会给人 诶 反正正少小心悦目 我觉得重要 但是那个时间很短 对 一瞬 转瞬即时 对 我会马上就 对 因为接触了之后 你会发现如果说我没有内涵 或者是没有内在 就聊不出东西来 对对对 会空在那边 对 你觉得你生活中算是一个不太说话的人 还是一个善于能跟别人沟通的人 我 我应该 那如果把你放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 你会 我就会很陌生吗 我就会变得很陌生 哈哈哈 这是个冷笑话吗 哈哈哈 你把我放在一个陌生的环境 我就会很陌生 对 这是个冷笑话 或者是个要口令吧 我应该会 你会 就这么讲 我们来假设一种情景啊 如果今天把你放在 呃 国外的一个城市 一个陌生的城市里 你需要你去自己打理自己所有的一切生活 哦太好了 哦 是在 喝吃对面的工作人员 说你快离我远点 这个因为 这个太好了 因为太好了真的 就是 你是很想往这种生活吗 我本来就是一个自理性很强 独立的人 也可能是因为 这这很多年来拍戏的那个 训练要自立自强 对 我个人的部分 嗯哼 理得很好的 所以你要我丢在哪里 我其实都都很可以的 对 那那我们再换一种这种场景 如果是ok的话 嗯 我们换一种另外的一个场景 是说 如果今天把你放在一个 呃 饭店里 要吃饭 大家一桌人要在一起吃饭 嗯 那你坐在一边呢 同桌的人坐了十几个人 比如这么说 今天我们就在屋子里坐的人 一起吃饭 嗯 你会尝试去跟其他人沟通吗 会会会 嗯 我会 呃 因为他们一定有相关性嘛 对 比如说 要聚主很多时候都有这种饭吃 对 问题是我想说你的这个表情代表说 啊 反正我也 嗯 今天是访谈嘛 节目里说你假话也没有关系 哈哈哈 我很多很多情况会碰到 碰到这样 我就会 我会照顾,我会照顾到一些每个人的情绪也好,对对对,如果我发现某个人一个晚上一个饭,没说一句话,我可能就会去关心一下,对,可能给他加个茶,或者是倒个茶之类的,然后你为什么会跟他,对对对对,我会我会照顾,那我就在就问一个特别特别,但是前提是,这些都是我, 朋友,稍微认识的,那如果是不认识的呢,怎么办,不认识的可能就要等到认识了,对,不认识的反正就把你放到一边就好了,对,嗯,不认识的话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对对对,那也就是说骨子里其实算是那种,还算比较安静的人,嗯,我真的很冲突,我也不,对你好纠结,对,我突然意识到了,你其实还是很挺纠结的人,对,你觉得,问别人,我答案答出来了, 我很纠结,我就说你很纠结,我自己纠结,对对对,包括刚才你从,你说你在选歌,做17首,选10首,那我,我跟你讲,幸亏,我觉得你没有做这件事情,就是半路刹车了,而且他们有一些,你看,公司同事还愿意我这么做,不,我想说,那你,我真的特别特别为你高兴,是你半路刹车了,对对对,不然的话,你会,他们跟我讲说,可以啊,你就先做两张,发完就要半年后再发一张, 哦,对,他们这么想,对,给歌迷的福利就大了,对,那其实我还想聊,聊到这个这么多之后,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嗯,因为现在,我们在节目之前也跟韩良提过,那现在唱片市场,其实越来越不景气,嗯,那当然也不能算不景气,可能是因为现在大家的,呃,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听音乐的人,整变了一种听音乐的形态和形式,嗯, 包括音乐的载体也变得丰富了多,丰富的很多,嗯,现在从我们之前的CD,变成了现在MP3,所有音乐,对,就很,很简约,那你觉得说,在未来的这个,五年或十年之内,如果有一天,CD这种形式被取代了,嗯,你会不会觉得很遗憾,呃,CD取代是,好像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对,但是呢,我觉得音乐不可能没有的,对,呃,而且不可能短期内没有的,嗯,所以,所以,所以, 是,就是一个过渡期,过渡期,呃,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时间,反而是一个,嗯,乐观的,就好像,呃,其实很多年前,嗯,嗯,好像是国外,美国有一些,DJ的,音乐人,他们都自己有一些,独立的品牌,已经自己发唱片,没错,没错,没错,然后他们的成本控制得很好,嗯,他们这一人的唱片公司,然后音,一个亮的唱片, 只要这个唱片量卖了,他就不赔钱,对,那这个,这个有点像是现在的,比如说,个个人的工作室,小众音乐,对,对,对,然后跟搭的唱片公司不一样,是搭的看公司,他的,他的很多的考虑,比如说他要,市场啊,对,很多成本的那些,对,对,对,那可能,他手,他这个歌手,也不一定是,呃,他,他怎么讲,就是, 能够,一定是有把握,能够,就获利,获利的,对,那所以,现在对我来讲,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正面的机会,我觉得,那我有把握,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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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音乐,能给多少个,因为现在分钟的很厉害,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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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自己找到自己一批群众,对,然后就已经可以运作得很好,对,所以也,搞不好是一个,一个,很不错的事情,对,一个,可能一个,很好的路, 我就默默在想,看两期间默默在想说,哎,反正,我也挺多粉丝的,没有,快发也还是没有问题,对,这个,呃,但是,但是音乐还是,就是不管那个形式是什么,对,不过,不管你是在大公司发唱片也好,你是以个人形式发行也好,嗯,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是,没得,没得,没得选择,没得,一定要做好的,对,不能说因为现在,素质烂造,没有人买唱片,因为,因为,因为现在盗版怎么样,你就,然后把那个品质这样, 我觉得音乐是没有,没有讨价反向,一定要做到最好,嗯,那最后问一个问题,有没有想过尝试说去,走向更多的广阔的市场发展,比如说,呃,日本或者韩国,或者甚至冲出亚洲,到国外的市场去打拼一下, 那个其实就要等到气氛了,嗯,不是说你想要,气机,对,气机,然后也是要等,亚洲或者是华人音乐能够强大到可以清,可以进入到别的语言的领,语言的地方,对,那就是不是你一个人的,嗯,就是如果你能,个人的,我就,那个了不起的,太了不起了,如果你能,去到,日本,发国语专辑,是当时最厉害的,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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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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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还是要等气机,唉,那有没有想过去日本,比如说,和韩卓去发当,当地语言的专辑,日语,这可能比较有,有,有,有可能,因为你,你要用国语打进去,你,你,对,我觉得,对,因为语言不同,难度,真的比较大,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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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对,比如说,在香港,唱广东歌,嗯,或者是在日本,唱日文,对,这都比较可能,嗯,嗯,因为今天我们这个网友里边,有很多很多,嗯,国际高端的腾讯网,我一直在强帮,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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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的,韩国。 全球的嘛,international,我也要讲这个词。 所以在最后呢,我想说,因为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的传递, 因为最近我也意识到一个问题, 年轻的人讲广东话的人越来越少了, 所以说其实我想说在节目的最后, 那今天请韩良用粤语跟大家随便说一下。 你会讲广东话吗? 我不行,但是我能听得懂一部分, 因为我经常看讲剧。 但是我讲广东话没有对象。 就是我讲广东话,可是你跟我讲普通话。 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嘛,因为我们之后还是会给你留机会, 让你去特意的介绍一下自己的专辑,推介一下。 所以你可以选择一段广东话,再选择一段国语来说。 好难哦。 这算是考验吗? 有点考验。 我现在被整个环境啊。 带的对不对? 因为你长时间要说普通话。 我好像,我好像飞机到了香港,我才会讲广东话。 对,你有分为。 我有点,有点像这样。 因为你碰到人,他都是讲普通话的时候, 你就觉得自己讲的广东话都好像不算标准。 对,有点像这样。 那你现在说我应该赶紧把广东话学起来。 没有没有没有。 我只是说我应该是个偷渡的香港人。 偷? 偷渡的香港人。 偷渡!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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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每次去到广州或香港的时候。 或者你说我从火星来的。 火星来的我讲的。 好,大家都懂得什么意思。 火星来的香港人。 对对对,火星来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之后呢,要。 对了 我还要想到一个事 突然间联想到一个事 还好联想到 都快结束了 对对对 因为今天我在来之前的路上 有很多网友 通过微博的方式来告诉我 那对 那说希望 汉良能够在节目当中 用你的方式来祝福一下 我们的所有的 这个你的良民 而且因为其中在这个良民当中 有一部分的同学 是在高三 就是要马上冲刺高考 这个非常紧张的时刻 所以呢 大家在支持你的同时 还要不断地完成学业 来给他们一些祝福 好不好 听起来呢 这好像说 你们在准备考试 对对对 然后不能兼顾去 买我的专辑 听我的歌 但是我觉得 也不尽然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 这是双赢的 双赢的 就是相互相成的 对 这只要你能分配好时间 反而 当你听完 听完 比如说听完我的歌曲 给你一个很正面的能量 你读书会特别快 对对对 这个是一样不错的 千万不要把它联想起来 是一种困扰 或者觉得 家里很多压力 说不要干嘛干嘛 对对对 就好像 比如说 比如说你 我也最近有活动 你只要你去完 你去也没几小时 你去完回去读书更快 更快 对因为 心情会更好 对不对 对 其实我反而觉得 有一个 比如说我有一个寄托 会有个信仰也好 会反而会让你觉得 你的工作也好 你的生活也好 会更顺利 更有效率 对 只有你分配的好了 好 那也希望我们的这个 所有的聊门当中 这个在高三的这个同学里边 可以真的是准备好 自己高考的时间 让大家可以这个 同时听我们的这个 汉良的歌 也同时可以去 把学业抓好 高考是几号呢 高考应该大概在今年的 明年11年的 那还早了 对 所以 所以赶紧去参加你的活动 对啊 那你是要跟大家再 重新的 对 上午过两天 在这个月的24号 24号 礼拜天 10月24号 对不对 下午一点钟 有一个我的签售会 新歌的party party 就是S Party 在北京 The One Club 这个也是 我们插播广告时间 是是是 所以希望大家 能够在10月24号 考试的嘛 要读书的一定要 来对 听了哥们就好了 对 这就是为什么 你要令个读书更有效率 对啊 因为可以适当放松一下 要刺激你们一下 对 我们这个广告 刺激一下思觉跟那个听觉 我们是不是要赶紧马上到这个 购物环节 对 10月24号 如果你不去 那你就错过了一个高考 非常好 搞不好 你就考的真的不好 不好的 对 怎么都考的好呢 10月24号一定要到我们这个 Walk Club 去支持 中漢梁 新歌了 对 你得不配合 厂商代表 你得配合 对 我就 半天了 对 说得非常好 哈哈 而且时间一点都没有误 对对对 谢谢粉丝们的鼓掌 谢谢 谢谢 对 那在最后呢 我们真希望大家 首先 10月24号 几点钟 下午一点 下午一点钟 10月24号下午的一点 到北京的Walk Club 去支持 中漢梁的新歌party 那同时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喜欢它 就一定要走到唱片店去购买正版唱片 或者是通过你知道的一些正版的当落渠道 来购买正版的音乐 来支持我们的音乐人 那最后你就再跟大家说一段吧 好 感谢曾讯我 然后给我这个机会 然后跟月童讲了这么多话 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下午时间 对 然后可以轻松 然后听完我们的访谈以后 好好去继续你的生活 继续你诱读的书 把你的成绩考好一点 再回来听我的传辑 还有就是他的一些影视作品 好 谢谢周漢梁来到节目当中 也希望他未来的事业可以越来越棒 越来越顺利 无论是唱歌主持 主持还没有 快了 唱歌演戏 或者是更多的事业 可以一路飙红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漢梁 拜拜 谢谢 谢谢 谢谢